基本上就OK了 其實上面的邏輯清除 下面應該也差不多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最後當然你就做一個按鈕是清除 清除之後的話 我們來把這地方 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這地方我按個8好了 直接跑 一個照 和 雲 那如果你要方向顛倒的話 也是一樣跟前面點 把這個跟這個 顛倒一下好了 這樣跑比較清楚 停止一下 再重來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要由 右到 由左到右的話 我們直接這樣跑 照前 孫禮 周無正亡 有沒有 很快的就OK了 所以主要呢 你們要了解的 第一個 我要如何把 這個 字串中間切開來放變數 第二個的話就是 藍跟列之間的關係 組合出來之後呢 把這個公式 丟給這個儲存用 去執行 這是第一個 方式啦 當然如果你不這樣撰寫 因為這樣的撰寫 把公式放到 這個 去執行 那另外還有一種方式 直接 VBA 在VBA裡面呢 VBA裡面也有 密的 你幹嘛要用 Essal裡面的 密的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 然後呢 A1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指的到 A1什麼 你也可以Range A1 也可以指的到 為什麼 要用公式的方式來寫 所以寫法很多種 看你習慣哪一種 所以沒有標準答案 那這邊的話變數也可以加進去啊 對不對沒有問題 所以如何用 VBA的 應該算什麼 原生的方式來寫 這個應該算是有點 半調子 一半是在VBA 一半是在 函數裡面執行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我們 下午的話呢 繼續把這邊講解完 那後面 這個範例講完之後我們逐一 在後面每個範例都會跟各位做說明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著把那個向 下跟向右的那個 部分完成 那程式 畫面我也已經把它拍照放在那個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各位再參考一下試試看